私密群組特別標榜國中高中生偷拍影片 希克 藝人黃子嬌被爆出不亞片 就是來自論壇 創意私房 創意私房從二零二年成立後 共上架二十萬六千多鐵影片 會員數約五千人 被害人除了影片被外流 就連姓名工作地點 社群帳號也被揭露 就算網站被檢舉 卻又改名 繼續經營 提高個人層級 不但能造成討論 還能夠藉此海撈一筆 背後利益有多龐大 不言而喻 檢方調查穿意私房成員 包含國社老師 警察退休 法官之子 其中曾在屏東任職的 劉信員警在咒讀警專期間 涉嫌假冒限制警員誘騙被害人 依照外流影像模仿相同姿勢 重拍一份再拿去網路上販售 知名粉專透露論壇加入門檻十分高 最低會費八千元 其中會員還會協助製作浮水印 並掌握每個人核心資訊 只要發現影片外流 就可以得到七千多元的檢舉獎金 北投黃池溫泉日前才被爆出 影片外流疑似也是來自創意私房 無論是觀看還是單純買賣 都是兒哨性剝削的加害者 三連新聞歡迎反洋心疑 台北採訪報導